Hello 今天這個vlog開始在一個很奇妙的時間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想要補妝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妝現在維持的挺好的 前兩天呢 我二姐也回台灣了 所以雖然沒有到好像全家團圓 但是我好像已經也一年多沒有看到我姐姐了 我講過很多遍我們姐妹的感情沒有到就是那麼好 As in 我們沒有說很常聯絡這樣 但其實平心而論我覺得我們的感情還算是蠻不錯的 大家跟自己兄弟姐妹差幾歲 然後感情怎麼樣 我很好奇 我現在已經有化妝了 所以我簡單補個口紅了 我用的是這個Wakemade的04號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每次卷頭髮的時候 我的右邊唯一都會卷得比我的左邊還要好 然後你看喔 我明明是同時卷的 可是我右邊的crows就是還在 我左邊的就是已經 Sayonara 大家都知道我很不喜歡過生日這件事情吧 我跟你說 這真的是遺傳跟一個家庭傳統的部分 因為我們家真的從來沒有在過生日的耶 沒有什麼生日Party啊 生日禮物啊 這些 Never 我們家就是一個很沒有在過節的一個家庭 By the way 這個是我爸媽的房間 我這次回來就霸占了我媽的梳妝台 然後呢 給大家看一下我今天去 去城市 shopping的結果 有多誇張你們知道嗎 同事們上次來台灣就有買 然後我就說這個超好不用 所以想要存貨 所以我今天去城市就是掃光了他們所有架上的 這個肌炎的B12面膜 我本來只是想說去看一下有沒有破 結果殊不知就提了兩袋袋 最佳 我今天非常能收 今天應該算是快要全家團圓了 因為還缺乏我大姐 下次我們全家一起吃飯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哈哈哈哈哈 A simple joy of hearing your voice Every morning I'll wake to a kiss on my face 哎呦 剝皮辣椒 你們可以做一下雙獎餐嗎 第二個是葛瑪蘭黑豚帶骨牛 豬排 第三個是肉眼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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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送路真的嗎 沒關係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如果有這樣 不好意思 不用 今天天天滿嘴黑眼 不能這樣去找月老嗎 月老或公交 哈哈 我要找誰啊 這是什麼 這是我的VLOG 你的VLOG 我們可以有默契一點嗎 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 我原來是 你我只要一下 很好聽耶 1 2 3 開心 開心 超好吃的 你要兩個醬都醬 有有有有 你可能給他去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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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上班的日子 昨天是我媽生日 然後這也是 我之前有考慮過 要不要多留 久一點在台灣的 原因 就想說 啊過完生日再回去嘛 我現在要準備去上班 但我想要給大家看 我最近 新入的一些 Ena Luisa的 accessories 好喜歡 他們最近有那個 Valentine's Day的 campaign 我自己是覺得 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 其實飾品都是一個 滿 凸顯個人特色的一個禮物 就是你平常就可以觀察你的partner啊 或是你的好朋友 他平常會帶什麼樣子類型的飾品 第一就是你真的會用到他 然後第二會有種 啊 你知道你平常我在觀察我的那種 貼心感 我現在是這副耳環叫做Gilda 他戴起來就是這樣子 非常的簡約 所以基本上很好搭衣服 這種簡約的耳環就是一個必備款 就是你放在家裡就不會出錯 不會過於浮誇 但是又可以小小的點綴你的outfit 第二個呢 就是這個 唉唷 不好意思喔 好 這個我沒有記錯的話 好像是之前Michelle Choy的那個系列 然後這個的名字叫做Dobby 那如果跟我一樣是他的fans的話 應該就知道Dobby是誰了吧 Dobby就是他們家的狗狗 自己還蠻喜歡他下面這個竹竹的顏色 給後台喔 再來我挑了一條項鍊 然後這條的名字叫做Elyse Pendant 他的形狀就是一個水滴形的鑽在前面 穿一個素色的衣服這樣子搭 是不是很好看 整個人感覺就優雅了起來 我這次選了這個Adriana Set 就是一個很棒的Stacking Ring 因為我最近有點就是愛上細細的戒指 所以我最近有時候也會這樣子戴 我自己開始買Ana Luisa的這個經歷大概有幾年了 那不管他們找我合作之前或是之後 其實我都還是有自購他們家的飾品 最大的原因是我覺得在這個價格上面 你收到的這個product 不管是quality啦或是設計上 其實對我來說都是性價比還蠻高的 我自己用了他們家的飾品 這樣幾年下來 只要你照了他們的instruction去保存他們 基本上我沒有遇過什麼太大的問題啦 加上我覺得他們家的style不會太過單一 所以你喜歡那種很大的很浮誇的也有 很簡約的很簡單的也有 所以我相信大家應該都可以在上面找到 適合自己的accessory吧 那如果你有買過你應該會知道 就是它會是一個小小的紙盒 然後裡面就直接是這樣子 這個帆布的袋子把它裝進去 減少很多塑膠的包裝 所以這點我覺得是 你知道值得 mention一下 我這邊是有一個10%off的promote 可以給大家 但是呢如果你在網站上面找到更好的折扣 就歡迎去用那個 總之大家可以選那個最能審核包的 好不好 好 現在呢 Jewelry on 去上班吧 試個雷 為什麼突然有不同的 因為我去韓國看了20罐回來 我還付了超中費2千塊 就是非常珍貴的補炒機 而且有拍過土地公公喔 你現在對我這麼好 是不是因為我們等一下要開一個很重要的會議 對啊 等一下要開始虐待他了 對啊 先給你甜甜再給你巴掌 先給你巴掌 真假 還是我可以直接用你的電腦看 然後我去看 你還沒有空 現在還是某某開 acabou 你 不是 這個 的 裡面 沒有 叫 叫 然後回香港以後我就要跟你約SPI的事 還是什麼時候回來 因為這件事我不回來了 這個是妳財務的珍珍 我現在很害怕跟他開會 我感覺會被他殺死 不會啦 眼神殺你 眼神殺我 什麼時候把文件補齊給我 我要跟你確認一下 你到底有什麼文件沒有補齊 Yeah 等一下 我有一個那個 這個Shallet做的 以前是長這樣 我應該可以share給妳的 太棒了 我share給妳 Hello Hello 大家 我又來到這是什麼 三創 我今天戴這個喜慶牙羊的口罩是有 是有原因的 就我剛出公司的時候發現我的口罩不見了 是不是很神奇 然後呢我就從櫃檯領了一個萬華區的口罩 有沒有看到 萬華 其實我的眼鏡本來是要2月中才能拿 但是我昨天打電話給他們說 我過幾天就要離開台灣了 有沒有可能這幾天可以給到眼鏡 然後他們說可以 所以 Here we go 我來吃 我要來吃見 好 超不笑的 我都是選了一個細框的 好像還不錯 可以回家了 Hello 新眼鏡 我家出門跟一個很特別的人吃飯 多特別呢 就是他應該可以算是我小時候的青梅竹嘛 就是 我自己講的都很想笑 就我們以前是樓上樓下的鄰居 然後我們幼稚園到好像小學吧 對 就是同一個學校 雖然後來我們搬家了 但是就兩家還是住的蠻近的 國高中大學就比較沒有再聯絡了 然後最近他從美國放假回來 我們已經我不知道幾年沒有見面 然後一直都是當網友 就是那種IG上面會互相回訊息的那種網友 所以今天去呢 是要見一個老朋友呢 還是見一個網友呢 欸 我也不知道 趕快捏 全世界等你捏 有趕什麼 慢慢來 怎樣 你剛是跌倒嗎 你剛是跌倒嗎 並沒有喔 有吧 有吧 跌倒了吧 沒有 我自己看過了 哎呀 離破呆了 我剛剛去了一趟公司 然後開了幾個會 這個是我的同事珍珍 他從韓國扛了一堆這個果汁回台灣 我聽到的時候超震驚的 我想說怎麼會有人扛果汁回去 因為他說這個超好喝 然後據說這個好像是有去 好像是拜拜過還是 喔拜過土地公的 然後這個啊是因為我們倆今年都屬雞嘛 所以今年就要安太歲 然後他去獻上安完太歲 所以這有關係嗎 我也不知道 然後這個好像是去鎮南宮求來的 一個叫做幸福糖果嗎 叫幸福糖果嗎 順順利利 喔他是一個元寶耶 好可愛喔 吃完就今年順順利利好不好 大家一起 好濃的那個巴胸果的味道 好現在下一個會 我們經濟部的周會 哇啊 等我一下 啊 好吵啊 個departement的人的contact 等我們去到都不會好像蠻沖沖 這樣 哈囉大家好 好 我現在呢 要來寫卡片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給大家看過 這個呢 是我上次跟一言去永康街的一個小店 然後裡面就是賣很多文青的product 然後 我告訴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茶花夾 但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歡他 叫做 這個這個 叫做這個 馬卡龍膠紙 他茶花跟文字其實都很簡單 可是 我不知道 有種很溫暖 然後被療癒的感覺 我覺得我快要被擊倒了 然後就說 試著躺下吧 我那時候在挑的時候 是在想說 欸我看到這個 我馬上聯想到誰 然後我就想要把這張 就是寄過去給他 對 就是現在寫一寫 然後可能請我媽或我姐 去幫我寄這樣子 這樣 走下來 寫卡片 我最近不太對勁 像個廢物 我也是 然後就一起當廢物吧 好開心喔 幫我笑 好開心喔 好開心喔 太好了 現在我們在聽到了 真的嗎 走你 我 我們就這樣 搞什麼 好嗎 然後 我 by bwd6